常用像查询 其实查询,特别如果文字的话 如果你要做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这边可以用like like后面然后配合什么呢 配合这个前后的person 就是指万用字员 不管前面是什么 不管后面 只要有0的话 它就帮你抓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做那个关键字搜寻 可以用like 然后后面前后这样关键字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把那个关键字 帮你查出来 那速度也非常的快 ok 那其他的话应该还ok 我看大家应该至少找到功能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练习 在那个什么excel里面 就上个礼拜的部分 多一个按钮 这个新增的话呢 逻辑很简单 我只需要 我只是希望怎么样 在那个excel ok 然后呢 直接把资料丢到ss 两边可以沟通 所以第一个 先打开这个 然后呢 里面我需要一个按钮 叫新增 所以我把它按ctrl键 拖拉过来 那把这个caption呢 改成叫新增 ok 然后呢 这个按钮名称叫b3 上面叫123 反正这照顺区 然后这个叫a 买abc到e 这个逻辑比较简单 反正以后你要改别的名称自己再去改 那我们为了上课简单 反正就逻辑清楚就好了 ok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那如果我希望按b3click的时候 那我要做的逻辑很简单 那我要做的逻辑很简单 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呢 把最下面这一笔资料 钉某某人的资料 写到资料库里面 那但是只要写一笔就好了 ok 刚开始测试也心不要太大 就是先可以一笔 可以过去的话 那基本上后面的应该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要写全部的话 那你就是再跑一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3到6 然后呢 就是也是insert into insert into 那只是说呢 那个程式要如何撰写 那其实有固定的范本 其实我已经把那个范本 精简再精简 一般坊间的书籍 其实那个光写这些东西 我看那个都写了好多好复杂 后来我把它精简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程式就没几行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B3 Clicker 这个是B3 Clicker部分 但是它会扣一个什么呢 扣一个就是方法 利用ADO新增资料 就底下这个 这个是共用方法 共用程序 这边有ABCDM 你就是把 所抓到的有A到E欄的资料 怎么样 传给 这一个方法 它会去做什么 去做 帮你做连线的动作 那所以 等一下请各位就是 新增一个B3 然后把这一段 一直到下面这一段 把它Ctrl C一下 C之后的话 我就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哪里 感觉贴到下面好了 OK 下面这边 就是一个B3 Clicker B3 Clicker 这一段 然后呢 再配合什么 这边有个共用方法 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这个利用ADO新增资料 我是把它独立出来 因为可能这样比较好处理 分开 那里面到底要做哪一些事呢 底下其实你也不用太 就是 这个可能你们会 暂时不太知道 这几件事 其实它只有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呢 Create Object 以后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那个VBA里面看到Create Object 大部分都是属于所谓的 把外部的那个韩式库 引用进来 OK 那有点 其实讲白的简单讲讲 就是外挂了 也就是它本来 没有办法去连接资料库 那我会需要有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呢 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帮我去连接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 这个 这个其实 名称叫ADODB ADO嘛 全称叫什么 什么Active 什么Data Options D的话 B的话 B的话 Data Base 后面重点是Connection Connection就是我要连线 Connection 我要连线 跟什么连呢 跟资料库连呢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韩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 Library 一个韩式库 一般存在哪里呢 就是Windows 底下有个System 三个嘛 不是很多DL 它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那个DL就是韩式库 理论上它是放哪里 其实这边有个设定 应用选项 其实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你是什么 往下找 它一定是Microsoft开头 然后一定A开头 哎呀 这边 其实在这里 就这个东西 Microsoft的ActiveX Data Object 不是Record Set 应该是这个 这个才对 ADO 6.1是最新版本 的一个Library Library就是韩式库嘛 OK 韩式库意思是说 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很多韩式嘛 可以提供你呼叫 那呼叫之后的话呢 它可以达到你要的结果嘛 那不外乎就是什么 属性跟方法 属性跟方法 有没有 那其中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到 它一个方法 叫Open OK 等一下会看 那其实它实体存在在哪里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在C点底下 把它是放到Program File里面 ADO里面的这个 有没有 就是MSADO15.dl OK 你就可以抓得到 但是如果说你用其他2.8 像 它是TLB 类似像这些 OK 那我们不需要引用 我们就直接 我是主要让你看到 它在这个位置 OK 把它取消掉 那我们是Create它 所以把它引用进来 引用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后面的东西 Create完之后 就会丢给前面 所以呢 set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物件 实体化的意思 它本来是一个韩式库 它本来是实的 本来是还没有可以用 我把它walk 起来 run 起来的意思 所以赋予它生命 就跟一个机器人嘛 你把它电池放进去 手机来 也是这样 手机放进去 把它Power打开来 Power打开来之后 它就变成一只可以用的手机 但是如果后面这个动作 你没有给它 对不对 它会不会run 它不会啊 它就是一个 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跟砖块差不多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过程 因为抽象的 所以软体 其实软体的概念跟硬体 差不了多少 两者是相通的 那把它run 起来 set它 所以这个时候 my com就是一个物件 那它就具有什么 具有这个connection的功能 那所以呢 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open 那open呢 后面特别是open 顾名思义嘛 打开 打开什么 啊connection 我觉得打开那个资料库嘛 那打开资料库 你必须要 要两个东西 拿两个东西 第一个 那个资料库放哪里 所以后面有一个叫data source 有没有 data source this workbook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esail档案 workbook嘛 工作部 就是esail档 点pass 就是放哪个路径 那斜线就是它根目底下 也会有一个问题1.ACCD 有没有 我刚刚不是跟各位强调 请你放一起 意思就是写这样 ok 那当然你一样将来如果你要写成别的路径 你可以c-mail 斜线 在哪个资料夹 斜线 哪里也可以 反正这个东西你可以写成绝对 好 后面是data source 前面是什么呢 provider 其实provider 顾名思义嘛 不过用provider 它一般就是提供者 可是其实比较精确的讲法应该是驱动程式 ok 也就是说你要开启ss这个档案 你背后会有一些驱动程式 软体的驱动不是硬体的驱动 你要有这些驱动程式 那理论上 因为呢 ss是微软的 那当然自家人 一定有优惠 一定有优待 所以我drive 驱动什么 已经先帮你灌好了 那别加了就没有办法灌 所以别加了很麻烦 所以很麻烦 那自然一些user会觉得很麻烦 那就怎样 还是那就用微软的就好了 对 所以微软为什么会 到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市值第三高的公司 道理很简单 ok 再厉害的软体公司都被它干掉了 像最早那个浏览器有个人叫Nescape 哇一飞冲天多么轰动嘛 没多久 完全 可能现在很多人 连Nescape是什么都没听过吧 ok 所以他很厉害就在这里 就是有点是 我跟你打仗 我不要 不费 一兵一组 我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让你比较不方 让user觉得不方便的时候 那user 就会选择方便的方式了 所以后来 有个Nescape浏览器 那微软就想说 那我把你干掉 因为不然你越来越大的话 那以后你会影响到我 所以他就在买一个IE浏览器 就是你们现在用的 然后把它直接就制录了 直接就安装进来了 已经安装好了 一般user会想说 那我已经有了 我干嘛他再装另外一套 对不对 所以慢慢他就一直去吸食它 然后 在9598 再来XP 之后XP以后就没有人用了 ok大概是 不过他现在又改 等于是卖掉又卖掉 那现在用另外一套 叫Firefox 所以Firefox背后就是Nescape 但是Firefox好像也很 ok 反正就是这些 所以重点就是 第一个 我们把那个ADO先create了起来 应该 你也不用理解 不用死背 因为这些东西你可能 书里面也不会讲这些东西 书里面他只会讲 因为你看不懂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结果其实反而发现好像 对 把简单的东西变复杂了 简单讲不讲 就是你有把离电子放进去 这样的动作而已 那再来怎么样呢 你给它驱动程式 然后给它你的档案在哪里 这个驱动程式呢 基本上 如果你们要了解的话 你电脑里面 有没有这些驱动程式 你可以到哪边找呢 你可以到你的控制台里面 的系统管理工具 系统管理工具里面 有一个资料来源 叫做ODBC这个 打开来之后呢 这边有个驱动程式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SS跟Excel 跟SQL Server 同一家公司的资料库 他就已经先帮你灌好了 那其他像Oracle 像MySQL就没有 所以怎么办 你要额外去抓 额外去装 而且装的时候还要装对 装错还是不行 所以其实 就是很麻烦 如果对 会的人是很简单 但是对于一般user 来说 那简直是很麻烦 再不过了 所以 SS 再怎么样 反正它同一家公司 已经装好了 所以Driver 而且 这里面的话 它有好几种 驱动程式已经有了 另外还有就是说 它用那个 这种方式 或者用另外 OLED DB的方式 OLED DB是不是也有其他形式 反正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主要就是从这边 它有驱动程式 已经灌好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provider也找得到 然后呢 位置也找到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 就可以跟它连线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做完之后 加这个open之后 那就连线了 就跟你那个 总机小姐帮你接通了 那接通之后 你要跟它讲话 那讲的话 你要让它听得懂 那你不要讲那个 你自己听得懂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用那个SQL 刚刚那个语法 insert into 哪个资料表 然后哪些栏位 放什么东西 那关键是 后面这个放什么东西 A B C D E 有没有 就这一串 前面这个我想 各位应该都看得懂 insert into 这个刚刚练习过了 只是后面这些东西会变动 A B C D 从哪边来呢 其实就是从我们的那个 刚刚这个地方来的 那所以我们的程式是怎么样 就是先去抓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把它的A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先抓到A 这个东西抓到B 一直一直那一推 然后呢 用call传给它 有没有 传这个给它 也是A B C D 串这个SQL 这个SQL指的是 串接那个字串 就是要给那个SS 听得懂的那个 最后呢 执行的话 就是一行这个 叫MyCon 里面有个指令 叫做SQ 后面给它一个字串 就是这个SQL语法 OK 那你传过去 只要你这个SQL语法 传过去没有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会帮你做这件事情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看看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启动一下 把它新增 按下去 OK 资料新增成功 因为我最后有写一个Match Box 然后呢 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在这里面有没有 基本上也是一样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这边就多一笔了 不过这样 如果你不要盯 盯什么什么 看 不然你就自己再 再产生一个吧 也许这边的话 再复制 再把它 再改一下 叫吴老师好了 好吧 这样 然后 我的身高 175号称 我的体重 是 70 也是理想 OK 然后等等 反正这些 OK 就是这一笔资料 然后如果我希望把它再丢过去的话 也是一样 然后把它新增过去 好新增成功 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有 有没有 没问题 那一笔OK之后 后面当然就可以多笔了 其实很简单 跑回一圈 反正一直insert 一直insert 一直insert 就好了 所以以后 这个OK之后 后面 你要大量的转档到资料库 都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 特别注意 即便是你电脑里面没有assess 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有assess的好处是你可以马上看到新增过来的这个结果 OK 那这个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主要就是把这个表单开起来 新增一个按钮 然后把这两段程式贴过去 因为这个如果你要自己写 可能 有点问题 那最后这边有个match box 逗点这个 有没有一个 VB information 那个按钮的话 其实实际上是自己加上 就是可以自己显示出来 画面先帮给各位自己加 所以第一个是如何跟 那个资料库沟通 那你会发现 其实用我这个范本 以后就非常简单了 那榜间的书籍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哇 我发现 真的 有些书到底是要赚稿费呢 还是真的是 还是 就写得很复杂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你们可以在榜间 去把那些相关的书籍拿来看看 我发现奇怪 一本写的一本 比一本的那个程式还要更多 其实最后做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只是把某一笔资料写到资料库去 但是这种写法 坊间的书籍你归纳起来 至少十种以上的写法 一定绝对跑不掉 但是最后 我自己写了这么多年 后来才发现 其实每一个方法都可以达到你要的结果 可是呢 最好你要选一个就是 可以通吃的方法 所谓通吃就是说 以后不管你资料库改成什么样子 他还是用ccode 但是如果你用了某一个方法 可能针对这个资料库 可以work 但是如果你换个资料库 就不会work了 那那种方法 你就可以 怎么样 你学的变成你只能够用 针对某一种资料库 那当然就会有限制了 所以尽可能的 反正就这一套 ADO加seql 其实不只是VBA 其他的地方 我也都是照样这样用 像什么 类似像PHP 加一个myseql 或者是什么ASP 再加seql server 或者各式 其实它的连接的观念 后来发现都差不了多少 像手机端要连线 其实概念很多地方也是雷同的 千万不要把程式越写越复杂 大部分都是越写越简单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我这个程式 要尽量去理解 因为说真的 它也没几行 主要就是去连线 去抓驱动跟打开资料库 然后丢一个seql 语法给它 那这样就OK了 那待会的话 我们也许再练习 就是如何把我们上面 所有的这个资料 通通丢过去 然后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变成资料都在资料库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前端 有很多人做一样的事情 那大家的资料都可以丢过去 OK